官媒趁周永康这样搞比腐败更恐怖习近平曾十番生气 图 看中国记者林中宇综合报道 近日中共官媒再次点名周永康 薄熙来等六只大老虎批评他们结成利益集团 追求政治权力攫取经济利益严重 危害中共的政治安全其后果比腐败问题更严重 上届中央委员会由于落马的人太多 被认为是间接证实习近平 当时上台前的混乱内幕 据报习近平上台前多 有阻碍周永康等人蠢蠢欲动 让习近平十番生气 官媒再批周永康等六虎 或显示实局敏感最新一期的中国纪检监查 杂志发布了政治生态如何评判 系列评论 共四篇 其中良币驱逐猎币的效应形成了吗 一文提到从查处的周永康 薄熙来 郭薄熊 徐才后 孙政才 令计划案件看 他们无视中共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结成利益集团追求政治权力 攫取经济利益 形成人身依附关系 严重危害中共国家的政治安全 其后果 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 有军方背景的环球军事实讯 有军方背景的环球军事实讯 三年前就刊文指周 薄 郭 徐 令等人都依附着一个共同的后台江泽民 而去年后续落马的孙政才 也已被揭示江派培植的接班人 类似有关这些大老虎危害政治安全甚至腐败的 表述在2016年军方媒体 曾用在中共衔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徐才厚身上 2016年5月25日中共解放军报发表文章 阐述所谓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建军方略 特别提到郭伯雄 徐才厚的核心问题 不是腐败而是他们触犯政治底线 这篇文章称高级干部为高权重出了问题 就不是小问题政治上出了问题 危害更大 郭伯雄徐才厚贪腐问题 害人听闻 但这还不是他们问题的要害 要害是他们触犯了政治底线 时政评论员唐靖远当时分析 中共金报说郭徐二人问题的要害并非贪腐 而是触犯了政治底线 这是因为对中共体制来说 最大的政治底线就是政权安危 作为军队最高层的郭徐二人来说 突破政治底线的问题几乎等于就是意欲谋反 或者与最高领导人争夺军权的另类表述 事实上周永康等六指死老虎 早已在官方多次点名中定性 未图谋政变的阴谋家 也新加其中在去年十月的中共十九大前的一个彰显中纪委反腐的成就展 中当局把他们放在一张图片中展出图说是城市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分子 消除重大政治隐患 在中共十九大上中纪委 向两千多名代表做报告时 点名周永康 薄熙来 孙政才 令计划 徐才厚 郭伯雄 政治野心膨胀 搞阴谋活动中央其实 产除了这些野心家 阴谋家消除重大政治隐患 去年中共十九大兆开期间中共证监会主席刘世瑜在中共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发言时 公开指责薄熙来 孙政才 周永康 令计划 徐才厚 郭伯雄 为高权重 既聚贪 又聚服用 阴谋篡党夺权案件 令人不寒而栗 触目惊心 等这是六虎首次被中共官员冠以阴谋篡党夺权 自引今年二月中共官媒刊发习近平大秘 中办主任丁薛祥讲话 丁薛祥也称高层官员 有的甚至想要篡党夺权 今年八月三日北戴河会议召开之际 中共喉舌 人民日报发文 对中共党员喊话要求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等 文章点名周永康 薄熙来 郭伯雄 徐才厚 孙政才 令计划政治野心膨胀 搞阴谋活动并称 中央国断铲除该利益集团 消除了重大政治隐患 等文章并要求官员绝对忠诚 坚决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 由于7月以来由贸易战引发的冲击波 让中共高层焦头烂额 海内外又突然传出中南海内政局声变的说法 在历来秘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 之后喉舌媒体现在再次就是重提 被认为颇有警告 意味显示实局仍然极为敏感 十八大前老虎蠢蠢欲动 传州永康想当国家主席习近平非常生气 在去年中共十九大时官方曾公布 十八大以来 共立案审查十八届中央委员及中央候补委员43人 中央纪委委员9人香港东网 曾发表冯海文评论文章 就十八届中共中央委员大量变动的现象分析说 中共十八届中共中央委员面目全非 说明这些人当年在选拔的时候就有问题 证明相当一部分人是各派势力妥协的产物文章 披露在中共十八大前周永康 令计划等人曾通过所谓的海选 发动了一场中共党内政变 使得十八大会期一推再推 使得中共十八大成为近年来最混乱的中共党代会 据海外媒体披露 2012年5月7日中办和中央组织部 在京西宾馆秘密举行省部级干部摸底投票 推选十八大新班子人选令计划以高票当选 排名第三仅次于习 李有传言说 令计划可能在这一党内民意侧眼摸底中做了手脚 以谋划在十八大进入常委消息还趁 京西宾馆被令计划视为最可靠的政变基地 薄熙来被双归后周永康 令计划曾在京西宾馆进行秘密餐会 2014年12月前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 原中办主任令计划落马官媒 环球网发表社评称 野心和思域极度膨胀断送了令计划 另据香港出版的周永康和古开来 一书披露 2011年及中共十八大 召开的一年前 在一次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永康 大台让薄熙来十八大入常 的周永康说薄熙来担任政法委书记 分量都清了应该同时分管中纪委和政法委 当时胡锦涛 温家宝 习近平及李克强等人均表示不同意 周永康还自曝际于国家主席位置 声称国家主席 不一定非要常委担任 可以留退下来的人担任报道 说习近平当时非常生气 赶没凤凰周刊 封面报道曾披露周永康同薄熙来建立政治同盟 密谋政变的细节内幕 趁两人一拍即合 想大概一场 报道 还趁周永康在中共十八大之前拉帮结盘 试图继续留任甚至企图升任中共人大委员长 当某些势力的后台老板 江派二号人物曾信红 被指示周薄的幕后人物 2014年6月15日法广引述香港媒体消息人士 披露周永康被抓后就交代了他与曾庆红在2011年春夏之交的一次密会消息称 2011年春夏之交 江泽民重病期间时任常委的周永康在北京给已退休的曾庆红有过一次会面 商谈江泽民死后 立即把薄熙来从重庆调回来北京控制政局 曾庆红向来被指示中共党内最大的野心家和权势玩家消息指曾庆红想通过扶持太子党中的另外一位强人薄熙来 在政治局委员框架内造成一个总书记被一个强势常委宣制的局面 他就可以扮演一个协调者和太上皇的角色港媒前哨 披露在中共十八大前 江泽民多次约习近平秘密谈话帮习出主意 江泽民提出让习思想更解放一些 安排老军头十八大入场以保护习近平成为真正的领导核心 报道引用京城消息人士 透露习近平2012年9月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大呼 差点上当香港南华早报 文章郭伯雄事件暴露出来的隐忧 指出郭伯雄和徐才厚最大问题并非受贿 他们在任期间假空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总书记胡锦涛 企图把中央军委变成由他们控制的独立王国 这也是以习近平决心铲除他们的主要原因 徐才厚 郭伯雄分别于2014年6月30日和2015年7月30日落马香港南华早报 援引一名澳门观察家的画衬 江泽民万万没有料到习近平竟然连根铲除了他在军中的所有势力 权推荐 是啊 没想到有这样的玩意 继续